不過說到疫苗 現在又爆出有人是不是有特權呢 我們來看到是前副總統連戰的夫婦 他們不是疫苗接種對象一到三類的人員 結果他們在六月初就打疫苗了 安排接種的振興醫院也遭到行政 還有刑事雙軌就責 除了臺北市府罰了三十萬元之外 市林地檢署他們的防疫專責小組 他們也分案偵辦 不過如今卻驚爆了 檢方也查到自己人 因為施打名單上面 居然還出現兩名已經退休的檢察官 親切姐說心臟結構 他是振興醫院院長 魏哲國內喚心手術的大師 移植過五百科心臟 曾讓病患成功續命三十年 醫術之高 多年前打趴台大醫院心臟外科 從肺腺癌康復的媒體人陳文茜 也稱他為救命恩人 他的心臟患了一次之後 又再患了一次 那麼第二次之後還是有問題 所以最後總共患了三次的心臟 但這位網友不令風為神之手的名醫 捲入了疫苗特權案 根據網路媒體報導 檢方為了確認有誰打過日前約談 從未爭口中 除了確認醫院志工也接受施打 竟然還查出一位藍綠 都有人脈的知名建商 以及兩位備份很高的退休檢察長 赫然在名單內 全案起源是連戰夫婦遭爆料 疫情指揮中心明明在五月底下令 接種對象僅限醫護 政府防疫和維持社會運作必要人員 當時疫苗相當缺貨 連戰夫婦卻在六月初 由振興醫院安排施打 有違規偷跑疑慮 台北市政府開罰三十萬 甚至之後莫德納疫苗到貨 也不配發給振興醫院 檢方同步追查 振興醫院造冊名單 是否有未造文書的刑責 對於媒體提報 名單中有建商和退休檢察長 是零地檢署回應 醫療資訊涉及個人隱私 檢察官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 沒透露案情 記者綜合報導 評論一下 事文章 有關 有關 有沒有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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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有關